这里有两颗糖 一颗叫纸禅 一颗叫观禅 它很甜 是马尔巴说的 有甜说不出那种甜 但你得自己张开口吃下去 大家好 今天众生文化要分享的好书摘要是 老和尚给你两颗糖 作者卡塔仁波切 手把手教我们止观 以止观解脱烦恼是佛教的独步功夫 但各家说法不同 有些偏重理论 有些注重技术体验难以周全 卡塔仁波切出入理论与体验 几乎没有罪言 而且面面俱到贯穿其间 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窥探止观的全貌 像贺一般的行走 你们可能知道佛经里有提到坐禅 也提到了行禅 在这些教导中 弥漫着强而有力的正念和觉知的思想 传统上所给予的教诀是 当你坐着的时候知道你坐着 当你行走的时候知道你在行走 这里所指的是坚定不移的 修持心煞挪煞挪当下的状态 虽然在过去的西藏 行禅并不常见 事实上行禅并不适合于当时的情况 当时的习俗是盘腿坐在地上或地板上 或许这是未开发地区的一个好处 大家没有习惯坐在舒服的椅子里 所以当人们以我们先前谈到所有的特定知识 来禅修或安住自心时 他们的脚膝盖等等 不会感到疲累或有任何的问题 因此也就没有人教导或是推广行禅 在历史上的此时 我们正处于一个可以将佛陀的智慧 运用在许多不同事情上面的时代 有各式各样的事情是重要而且适用的 现代的人不习惯盘腿而坐 而当他们坐了很久以后 心智就会变得迟钝 并且因为疼痛而受到干扰 与其停下来然后完全不禅修 比较好的做法是将坐禅与行禅的修持两相结合 这样能够有一些运动 同时提供一些可能的空间 让心清明身体也得到休息 而不论你在打坐或是行禅 心都会变得比较清晰 行禅能够有所注意的另一个理由是 它没有离开禅修 但却是一个通往坐下禅修的踏板 它能够让你将禅修或者说将禅修的某种力道 更密切地连接到你每天的日常生活 这座连接正是坐上与非正是坐下修持之间的桥梁 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佛经中并没有特别描述在修持行禅的时候 你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 以及你应该如何行走 然而从生理上的角度来看 让双手在你的两侧挥白 可能无异于心的安定 反而会造成障碍 因此我们将双手交叠在一起 至于腹前约几步的高度 掌心向上 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这也是个正念的姿势 有种泰然自落的感觉 因此这个姿势 似乎对这样的修持是适合的 在对佛陀和阿鲁汉的起请文当中说到 他们在移动的时候 就如同鹤一般的行走 这么说是由于他们高贵而神圣的样子 佛陀和阿鲁汉处在一种非常宁静的状态中 有着十分高贵且泰然自落的神情 行禅反映这样的高贵与庄严 我们行走时先将脚后跟向上提起 接着是脚其他的部分 最后一直到大脚趾的指尖 然后再将我们的脚步放到地面上 先是脚后跟触地 接着渐渐落实整个脚掌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 踏着稳健和缓的步伐 此外如同转法轮的手势 佛陀和阿鲁汉永远都是朝着顺时钟的方向移动 因此纳入这个部分似乎也是合理且适当的 以这样的方式行走 先从右脚起步 然后朝顺时钟方向移动 能够帮助你的心有一个比较健康和安定的状态 要以合缓的速度踏着稳健的步伐 如果你走得太慢 就要费太多的力气在专注你的平衡上 当你在一个动作上花太久的时间 或是将脚提得过高的时候 你就会摇晃 如果你走得太快 那就会跟平常走路没什么两样 所以要以合缓适度的速度行走 让我们一起这么做 如同我们都知道的 当许多人共同参与一件好事的时候 就会成就一件大的善行 当许多人执意要一起做一件坏事的时候 就会带来相当大的毁灭 这个原则当然也适用于禅定的修持 我希望你们要谨记共修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会从彼此身上 得到一种启发和支持的感觉 但它不仅仅只是如此而已 在一个房间里 如果点亮了一根蜡烛 会有一点亮光和一丝暖意 但如果点亮更多蜡烛的话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在佛陀的时代 就非常强调团体聚集和团体心态的重要性 在所有参与其中的每个人之间 对于禅修的重要性 都有着一种真诚的理解 也有一种决心要去做 也真的实际去做的态度 怀着这样的心态 行者会设法聚在一起修持 比方说如果有五个人一起禅修 五个人禅修的利益 会分享到这所有的每一个人身上 不论在灵性修持的情况下 或是世俗生活的状态下 团体合作都是被鼓励的 因此这么做会有很大的效力 有些人可能并不认同共修的重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 证悟者如弥勒日巴 他是独居荒野修行的 如果团体的力量这么重要的话 也许弥勒日巴不会离群所居 然而就弥勒日巴来说 重点并非在于远离人群 而是像他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不论在团体之中还是独自一人 他的独特性、决心和领悟力等等 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有很多像秘热日巴这样的人 做了像秘热日巴一样的修持 同样的了物也可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但很遗憾的是 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在秘热日巴开展出伟大的证悟之后 他启发了其他人 而且他以善巧方便传下了教法 当时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凡是秘热日巴所到之处 整个西藏竟是不易于且事 或称惹巴 秘热日巴数以千计的徒众聚在一起禅修 一起到许多地方 就像一支于且事的军队一般 他们各自以其不同的了物 向彼此释现了了物的征兆 用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和鼓舞彼此 在伟大的刚波八那个时代 常常会有人数多达五万的行者 共同参与一座修持或是一座开示 如果说独自在各别的地方修持 对这些人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应该会被强调 也可以做这样的安排 然而当时所鼓励的是 不论在哪里 只要方便就要聚在一起修持 我们能让一切变得不同 在佛陀所有的教法之中 都很强调为他人的利益而努力的重要性 这对于其他人是重要的 而对于我们来说 参与这样正面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某种程度上 我们都知道这有多么重要 然而以我们的程度 能为他人所做的并不是太多 我们一个人所能够做的事非常有限 有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提供 某些他人需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言语或是付出劳力做点小事 我们或许真心有这样的祈愿或渴望 然而实际上 我们所能够发挥的利益并不是太多 或者说我们并不清楚 如何去扩展这样的力量 了解到这一点之后 我们应该领悟到 参与共同修持的活动 然后在团体中帮助彼此 绝对是我们开始利益他人的方法 佛法中心的一个重要利益是 提供一个可以参与或是发挥互助的场所 一个人以其个人的力量能做的或许不多 然而一个团体却能够成就诸多之事 而我们对其他人所能发挥的注意 同样也利益到我们自己 即使你独自宜然修持 有修持总是好的 然而如果你只是让自己疏离人群 却没有真的去服务其他人 如此你所贡献的利益是不会太多的 是否会有任何的老师或是伟大的上师 仅只是为了满足你一个人的愿望而来访 这是相当让人怀疑的 比起只是拜访某个特定的人 这位老师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呢 假设你付出一番努力去见某一位伟大的上师 并且领受了教法 你带着这些教法回来 然后对这些教法下功夫 要理解他们需要相当的智慧 而要了悟他们则需要非常大量的精进 然而你能够得到多少了悟 那还是个问题 即使你真的有一些了悟 他们能持续多久也是个问题 而在得到这些了悟之后 你终于能够出去帮助其他人了 但在你达到这个程度之前 漫长的时光已然飞逝 即便到了那个时候 你能够做多少事 也还在未定之天呢 所以重要的是 现在马上就尽可能地去为他人奉献心力 并且持续扩展这样的力量 而不是想等到未来的某个时候 再去做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那个未来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 你能够得到最大了悟的方式之一 就是将自己奉献给他人 这将会让局势变得完全实际可行 那圣身与神圣的誓言 对于尊贵的邱阳创八仁波切和尊贵的卡鲁仁波切 我们应该要非常的感激和尊敬 他们是将藏传佛教引接到西方的先驱 当他们开始创立许多中心 并且强调这些中心的重要性的同时 他们也经历极大的艰难和困境 透过这些年来 他们精勤而慈悲地努力 将这传承中最伟大的上师们 带到这个国家美国 以及其他的西方世界 这个成果同样也来自于 他们深受鼓舞的弟子们共同的努力 现在这个利益也被带到你们的人生里 而你们也可以将它带入其他人的人生之中 从一开始 这个想法就不是要形成某个小圈圈的信仰 也不是为了要树立特别形象 而发展某种有别于其他人的组织 这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发心或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 如果我们以互助和默契一起努力的话 凡是那些我们无法以个人力量 扩展延伸到他人身上的利益 就能够得到其他人的支援而达成 而这些我们扩展延伸于他人的利益 以及从这里所发展出来的功德 是任何那些一般我们觉得珍贵与贵重的东西都无法相比的 它是永远不会耗尽枯竭的 基于这些理由 你们要知道我一直都很赞赏你们的用心和努力 而继续这样努力下去是非常重要的 举例来说 在刚踏上佛法之道的时候 为了没有遗漏的尽一切众生的利益和证悟 你领受皈依 连接上证悟的皈依对象 并将其视为你能利益他人的最高己事 你领受此皈依界并且立下誓言 从此以后 为了利益众生 你尽己所能全力以赴 这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喜乐 因为你很幸运 能够实现自己的承诺 当你们以这样的方式一起合作 就能成就许多美好的事情 你们致力于佛法的维护与保存 并以积聚功德增进自己的了物 这积聚功德是真实的证悟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发生真实的证悟 积聚功德是绝对必须的 你奉献自己利益他人 圆满了一切诸佛菩萨 以及你自己老师的愿望 当你在各方面旅行甚深与神圣的事业时 也就遵循了这条法道 前方路况预告 当一个人禅修了一段时间 然后有某些事情发生时 常常难以确定 应该将这些事情视为障碍还是洞见 像这种时候 行者通常会向一位善知识 或是老师征询意见加以厘清 然而由于你们可能无法经常见到上师 而我又相信你们会精进且持续禅修 因此必须设向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 还有面对和处理他们的方式 好向你们预先说明 第一点要记得的是 如果你能禅修很长的时间 例如一座很长的修持 或是一天好几座 那非常好 时间越长以及次数越频繁越好 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如果你因为自己的责任或压力 没办法这么做 那么至少每天要投入一些时间 这是很重要的 换句话说 要让修行真的有成效 持续地进行禅修是极度重要的 而且它直接就把你带到 那可能有所注意的经验上 你们可能在某些时候 能够禅修很长的时间 而其他时候只能做短时间的禅修 尽管如此 持续地修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一直把这放在心上 在做上修持时 最重要的是保持稳健 而不要犹豫愁躇 及有所期待 或是怀抱着希望和恐惧 只要做你应该做的 并且遵循方法 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马上出现 然而如果你沉迷于 形形色色的预测 期待和想象 你只是在给予自己许许多多的心理暗示罢了 然而当我们持续地禅修一段时间之后 是有可能发生某些惊艳的 有时候当我们禅修时 可能会达到一个点上 这时我们的念头和散乱是那么的多 让我们觉得很灰心 还想着自己的禅修已经到了糟糕透顶的地步 这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些不好的障碍出现了 或是事情变得不对劲了 或是我们的生命状态发生了某种化学变化 有时候当行者正在某种体悟的边上时 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而当它发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不理会这种经验 而继续运用方法 而在其他的时候 可能会有相反的体验 非常的稳定 完全的平静与和谐 你可能还会有这种想法 如果真的有什么无念的境界 也许这就是吧 现在我体验到了 我真真确确地正在体验它 我已经达到了 行者有可能就像这样子变得很兴奋 而执着于这个已经达到了物的想法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要追寻的真实成就 事实上它相当的短暂 并不是稳定而能够持续地体验 到了隔天 或者甚至只是之后的某一刻 它就不见了 真实了物的成就不会是不稳定的 所以再说一次 这种情况发生时无需理会 而要继续运用方法 只要对整体的经验保持觉知就好了 另外一种可能是 体验到不可思议的明亮 你也许在一种状态中 需要确认一下自己是否还在那儿 你得检查一下自己的感觉以及身体 你已经听过无实质与空性的开示 于是你开始想 也许那就像是这样吧 可能我对于无实质或空性的真理 正开始有一些了物吧 再次提醒 不要执着于这体验 或是把它当作了不得的大事 而执迷于它 只要保持觉知 然后观察这各种的体验就好了 以上是今天众生文化好书 老和尚给你两颗糖的内容分享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